今天非常榮幸可以邀請到在政大智科系教授助理教授的陳昌吳欣老師 他今天會為我們帶來的特程是TrashCode Cryptography文台上 崇吳老師在這之前曾經在AMIS以及泰坊擔任研究員 他同時也是台北開放聚會的組織者 他也就包括無線網路、資訊安全、資材網路以及區塊鏈 常吳老師今天會為我們帶來就是有關密码學的相關知識 那現在就請大家一個掌聲歡迎常吳老師出大學課程 好 謝謝大家 也謝謝俊惠的介紹 我有點壓抑就是今天竟然這麼多人 我以為應該是類似像小伴子 幾乎沒有人 就是這個題目就是比較硬一點 好那是這樣 因為今天如果說你們有需要跟著一起操作的 那我可能會麻煩你需要先到這個連結 這個給他連結上 因為我們今天會需要安裝一個叫SedgeMaze 對SedgeMaze 然後因為它比較大 所以我想說讓大家直接拉搭客下來比較快一點 但雖然是搭客 可是它的檔案大小也很大 有750MB 所以我覺得如果說 待會想要跟著一起做的人 你可以現在趁現在趁現在趕快先把YMG給拉下來這樣 好 那這個連結 呃 在那個 開堂的這個筆記 就共筆裡面用 那又或者是 你也可以從我這邊的Data來連結過去 好 先給大家一點時間 就是 如果沒問題的話 今天就 要開始了 好 那王子在這邊 如果說你待會要操作一些東西的話 檔案都在這個其他筆記上 那我們就先開始 好 那 那 我叫秦草農目前 呃 限職是在政大資格當建主力教授 那 欸 對 因為我目前大約總是 就是 下一個工作應該是月底會開始 好 然後過去大概都是 呃 工作的 經歷大部分都在區塊鏈產業 大概有四年的時間 從2016到2020 那今天我們的主題其實會環到在 所以說Pretography 這樣的一個主題 這是一個我們稱叫 本坎式密碼學的一個領域 那這個領域其實它 它不是很新 它其實也是 古老的領域 可能 只能知幾年 二十幾年前就有了 但是呢 呃 因為一些 實際上的因素 所以它一直沒辦法成為主流 但直到了最近 就是大家開始看到它的一些 一些用處或是什麼 那 今天那個下午的時候 我看到那個三點還是四點的時候 有一場 那個 有一場 talk 我看一下 四點十五到四點半 是這個 是這個印度的講者 它會講的是 computation techniques for encrypted data using Python 實際上 它 它的這個主題 我剛才稍微進去看了一下它的摘要 其實它 要做的事情 就跟我們今天要做的事情很像 就是說 你要equip data 那你今天有什麼方式 可以 可以用來解決一些隱私性的問題 因為像這種門檻式這種 密碼學這種東西 事實上是把資料做切片 那切片以後當然有它的好處 好處就是說 這個資料沒辦法一個人 它就直接去access 那需要共 需要幾個人共同的努力 才能夠把它重新拼湊回來 才可以去access 那如果在這些資料裡面 如果我們可以做一些運算 或是做一些 其他的處理的話 某些時候 當你在做machine learning 因為你知道machine learning 需要的就是大量的dataset 有一些dataset 它其實是 包含有一些ID的資訊 個人的資訊 那這些都會侵犯到隱私 那你怎麼在不侵犯隱私的情況底下 透過類似的這種 新型的 我們應用密碼學裡面講 不管是同胎加密 多方計算 或者是這種門檻式的這種 密碼學 其實你都可以做到 某種程度上保持 保護理師 但今天我們的主題 不是在這種data的這種 保護上 所以我會跟他講的不太一樣 但是其實 那個 漫落應該是差不多的 好 那如果有興趣的也可以去 我覺得這場應該也是可以去請 好 那回到我們的主題 那所以今天我會先談一下 什麼是最初的quitago 然後我會談兩個例子 這兩個例子是告訴 大概給大家的概念就是說 這樣的東西大概被應用在什麼樣的地方 那目前來講 第一個資料分享 第二個就是簽章的部分 那在 講這些概念的時候 我會稍微帶到一下 就是說 讓大家知道有一套工具 叫savemas 它是非常強大的數學計算的軟體 那這套軟體裡面其實內建的很多 不管是有限 有限體 有限域 就是那種fine and field 或是說 投影曲線的一些 設定 它可以幫助我們很快的 設好這些環境 所以我不需要重新再去寫過這些 或什麼的 那 那這東西的好處在哪 我就從過去自己的經驗是這樣的 有時候我們自己寫一些密碼的套件 那 因為 你今天是在不同的域上去做一些運算和執行 那有時候你寫完你根本不知道怎麼去debug 因為沒有東西可以讓你去驗算 有時候你可能是不小心忘記多mode的一個指數 那你可能計算的結果就不一樣 那如果有一套已經比較成熟的工具 是它已經內建這樣的功能的時候 事實上我就可以透過這樣的東西去幫我驗證或驗算說 我寫的這些密碼的套件它到底正確與共 所以我們今天會大概以這樣的方式出發 就是說告訴大家說 首先 要 要能夠先看懂 就是說你要做這些演算法是什麼 那第二件事情當你實做的時候 你可能會遇到一些要需要圖錯啊 或是 計算要去重新驗證 那你可能會 可以透過sendemase這樣的東西來幫你做處理 好那我們今天大概就會以這樣的方式來進行 好首先 我們先談門檻制密碼學的時候 我們先看生活當中的一些例子啊 這是一個銀行的金庫 那其實在金庫裡面 有可能它就是 它這個金庫又要被打開 它裡面可能包含非常多的銀行儲備金 那所以要打開這個金庫 不一定使能夠透過一個人的鑰匙 如果都只 這一把鑰匙都只交給一個人來管理的話 事實上這個人就可以把金庫給打開 所以通常我們會設定多道密碼 或是多個共同管密碼 管鑰匙的人 也就是說 這就好像是說 其實這個金庫可能需要三把鑰匙同時查入 然後一起轉 我才有辦法把門打開 那這樣的設計的出發點就是在於 第一個 這不會有我們安全上常見的三點故障的攻擊 因為你不會因為一個人 他要死一屍 或是這一個人 他有心 他就想要去金庫裡面脫走錢 然後就造成整個系統的安全 就是 compromise 那第二種情況是 那有多人一起保管的時候 彼此之間有一個互相監督制衡的一個力量 就是說 我知道 我們三個人一起 所以我看到你 你也看到我 所以我知道說 這如果要偷的話 要完全三個人一起 就是一起把他偷走 否則的話 你很難一個人 去做出這樣的事情 好 那第二種是 就是 我們日常生活中比較常見的 就像合約這樣的東西 就是說 我們今天跟別人簽訂了一份合約 舉例來說 可能是宿 就是 外宿 我在外面租了一個 小套房 那這個小套房 我需要跟我的房東簽合約 那這個合約要生效 那他可能就需要兩個人的簽 一個就是房東 另外一個就是你 因為如果只有你自己簽或房東簽 其實另一邊都可能賴帳 所以說 其實這種門檻是 我們在講門檻這件事情 其實在講的就是那個數量 所以說你需要多少的數量 然後讓一件事情能夠 被 被 commitment 好 那 我們在談 switchboard的時候 我們習慣上用的那種 符號 可能譬如說 動號N 那他代表就是說 在N個人當中 只要我拿到N個 譬如說不管他 我們把它稱之為 有時候叫 shares 有時候叫分片 有時候可能叫 puzzle 我都可以 你就看得這麼厲害 就是說 在N個人當中 我只要拿到N個人 手上拿到的部分資訊的時候 事實上 我就可以解開某一個秘密 或是我可以 同意某個件事情 那 這種一般的設定像 二和二 這樣的一個情況 就是我剛剛談合約 就房東跟你之間的 兩個人之間的合約關係 那有些時候 你會用到比較強的 例如說三口服 你會說 我需要有五個人 然後裡面只要有三個人 然後出示這個 information 我們就可以一起去解開某一件事情 那有時候為什麼需要三口服 而不是五口服 原因在於 有些時候 其實這東西都牽涉到使用者的體驗 就是說 除非你相信一件事情 你把key發給一個使用者 他永遠不會丟 所以你可以做三口服三 或是你做二口服二 但是如果有一天你認為說 人其實是健忘的 或是說 有可能因為某一些意外的因素 導致 他某一把key不見了 你為了做備份 所以你可能會把另外兩把key 你可能放在銀行的保險箱 或是說 交給另外的第三方去做托管 那實際上 這兩把key平常不會使用 主要還是這三個操作的人 在處理這些事情 只是說 當這三個人裡面 其中有一個人 或兩個人 因為意外 發生一些 不能夠去處理這件事的時候 至少還有一個可用性 或備份的人工具在這 所以在設計上 這些數字其實背後有它的意義 就是看你自己覺得 這樣的東西你是安全 還是你希望說 它能夠備份 等等的 所以我們待會兒會看到這樣一些數字 如果你看到它表達長這樣 你就大概可以知道說 它是什麼樣的關係 然後面那個代表是人數 前面代表是至少幾個人滿足這個條件 那在這個領域 其實我剛剛前面雖然提到說 它其實已經發展有一段意思了 甚至有好多的教科書 可是它開始被列為這種標準 就是NIST NIST 是美國的那種 國家密碼的那種 研究單位 那這單位通常會去起一些標準 譬如說 這些密碼 技術通常要符合什麼樣的安全 技術 條件 等等的 那其實他們在2018 2018 2018 我沒記錯的話 就才開始去起草 這個 social cryptography 的這些stand up 那它裡面大概 其實它不會告訴你說你應該要 怎麼去實現這東西 其實它只會告訴你說你要去做這些事情的話 好一點的話 它免有一些比較best practice 的一些建議 譬如說你應該要怎麼樣去實做這些東西 那建議怎麼樣 那從它的一個關鍵字 你有沒有看到其實 這樣的一個技術 它未來可以用在很多領域 就是像我們剛剛談到的 需要有一些 門檻設定的一些方法 或者說一些安全性的一些實作 或者說密碼 或者是 對等等的 或是多方運算 或是分散式系統 其實也是 所以我們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在這一兩年開始 它已經慢慢的從過去是從理論 非常理論的東西 現在開始走到一些比較實際面了 所以大家開始在發展這一塊 如果你看WDF WDF是世界經濟論壇 它在2019年提到了五種隱私保護的技術 其中一項其實也是多方計算 就是跟這個很相關的 那過去 因爲什麼原因 我開始去接觸到 這個主題呢 主要是因爲我過去的 工作的經驗大部分在區塊鏈這個產業 那在區塊鏈裡面大家會想到 可能會很多人或多或少都會從新聞聽到說 交易所倒了 交易所被盜了 或交易所跑路了 交易所老闆掛了等等的 其實這都牽涉到一件事情就是 那它背後保護管的要值怎麼辦 所以有很多的新聞 所以有很多的新聞 譬如說這個是 某一間交易所 可能老闆跑了 那另外一個是老闆可能意外 但後來好像證實這個可能是要因 可能早在之前的破產 又或者是像韓國就很常發生交易所被竊被害的一件事情 好等等的 好 那我們會稍微跳快 那其實在區塊鏈這個領域 特別我們在講密碼破壁這件事情的時候 它在做的事情是 當你有私藥的時候 每個人他會產生 每個人會自己的錢包會產生一組公藥跟私藥 當你有私藥的時候你才可以動用錢包你的錢 簡單來說就是這樣 比如說有私藥 私藥在錢就在了 那私藥不在錢就丟了 簡單講就是大概是這個概念 所以說如果說一般的使用者 他還不知道怎麼去保管他的密碼 或去保管他的私藥的時候 就會造成他私藥掉了 他錢就再也回不來了 因為那是一個去中心化的世界 他沒有像銀行一樣就是說 我轉錯帳了 那你能不能幫我追回來 沒有這回事 因為這系統沒有人可以去管理這個事情 所以在區塊眼裡面 就是私藥的保管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好 那我們談私藥的時候 我們就會談說 那什麼樣叫做一筆成功的交易 那我這邊單純用簽名的概念來講 就是說 這是私藥還是data 我用私藥對我的data做簽名 我得到一個簽章 這就是一個有效的交易 就這麼簡單 好 只是說data是你可以自己簽章 因為data其實就是像是 我今天要轉帳給誰 或是我今天要轉帳給IOS 我今天要轉帳給我朋友 那這東西是你根據你賬戶的 金額的狀況你去填的 所以這東西隨時都可變 但是唯一不變的是你的私藥是不變的 但是你需要動用你的錢 就是你需要私藥對他做簽名 好 那想像一下 如果像這樣的一個架構 他放在一台 一般的serve 當中 serve 裡面就存了一把私藥 那對駭客來講 只要我侵入到這台伺服器 基本上這個私藥基本上就不見了 好 所以大家就會開始去思考說 那我不可能直接把私藥 出在Serve 裡面 那我一定要怎麼做 讓它更安全 有些人的做法 就簡單一點 他就告訴我 那我們在做一筆交易的時候 我就不要只有一把私藥 才能夠我去做交易 我需要多把 好 就像我們剛剛在講的 這份合約要生效 需要房東跟你的簽名 同樣的道理 這一筆交易要生效 他需要三把鑰匙 也就是三個簽名 但是你會發現三個簽名 事實上是 你的data上會有三個簽名 換言之 雖然他做到了去 避免要一把私藥遺失 可能會承擔的風險 但同時間 因為私藥數目變多 導致他右邊的data的size也變大 那我們在做 一般在做syscam的人 就是當然會考慮說 我希望我的disc存的東西少 或是我頻寬的利用要高 所以我不太可能 希望說有這樣的情況發生 好 所以接下來又有人 就又開始想說 那我是不是可以把這個私藥給切 切割開來 那其實就很像我們剛剛前面談到 那種switchcode的概念 比如說 如果我把這個私藥切 直接給三個人 這三個人要一起把他給拼湊起來 他才會還原成這把私藥 那這把私藥再去做簽名 那這樣其實有一點像剛剛前面保管 同時要保管三把P的概念 但是不太一樣的地方是 他並沒有三把鑰匙 他最後組成的交易的簽名 還是只有一個 但是他把風險分散給不同的三個人 但是這種方法有時候好 有時候也有不好的地方 就是說 每一次堵出私藥的時候 這三個人都會知道這個東西是什麼 所以我們就再進化一點 這進化一點的話就是 你能不能夠 除了對某一些β做切割之外 你讓他未來可以做一些運算 那這些運算其實會先做到 不太加密 我今天應該不會提到這些東西 但是從圖上面 大概可以看到說 剛剛那個私藥被切割的東西 現在已經變成是 像一片一片的拼圖 那這些拼圖聽起來以後 就會直接變成千丈 但是每一次產生出來的拼圖 又都不一樣 但是他很神奇的是 他的私藥從頭到尾不會在這邊又洩漏 那這樣的好處就是說 我如果能夠在三台不同的伺服器上 放置這些拼圖 那事實上 我每次在送禮品交易的時候 我都可以生很新的交易內容 但是在過程當中 私藥不會被重新組出 因為即使是上面這種方法 就是切割了 私藥會在某一刻 在伺服器裡面被組出 在做簽名 那那個時候有可能 你還是可以 作為一個黑客來講 如果這台伺服器我入侵了 我還是有可能透過 MerryDump的方式去把它給還原 但是像這樣的方式 你可以可控的一些空間 你又把它的攻擊項量做得更小 所以大概 會去碰這塊裡面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出發點 好到這邊有問題嗎 沒有 好那 為了去實現剛剛要談的這些東西 首先要先 談怎麼樣對字要做切割 所以我們希望做一個東西叫做 secret sharing 那中文就是密要共享 或密密共享 好 所以有可能我有一個secret 這個secret可以是任何的東西 那可能是一段訊息 一段文字 或是一組data 都有可能 但是我想要把它分給三個人 我應該要怎麼做 那我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就因為既然陳昇提到的是 比較像是私藥對教育做簽名 我們一樣用私藥的概念來判 我們講到這個私藥 現在辦格裡面的值 是14 那也就是說 如果說這三個人分別達到6 5 3 那加起來就是14的 這是一個比較簡單暴力的 那只是給大家比較好想像 好 那如果我們要做到這件事情 有沒有什麼辦法 是比較安全又有效的 好 這個東西是 Chanier 他發明的 那大家都把它叫 Chanier Secret sharing 那有時候 會簡稱它叫SSS 就是三個S 他做的事情很簡單 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 Chanier 就是我們前面提到的 這個祕密會 會被切成五個分片 給不同的五個人 只要其中的三個人 拿到至少三個分片 四個五個當然都可以 但是只要拿到至少三個 我就可以還原出這個祕密 好 那他要做的前面的假設 是這樣的 他待會會給一個計算的多項式 那這個多項式裡面 多項式的裡面的運算 每次運算完的結果 他會對於這個指數是7 他會取一個Mod 模式T 然後對於這個K K點11 這就是我們待會要分享的這個secret 就是我要分享的這個祕密 給不同的五個人 好 那他怎麼做呢 我們知道 我需要知道一條線長什麼樣子 我需要兩個點 兩個點決定一條線 那同樣的道理 三個點決定一條曲線 那因為我們是三嘛 所以說我們的這個多項式 其實會是S平方 因為它是三個點決定 我覺得是平面 好 我剛剛前面提到 我們需要建構一個東西 一個多項式 這個多項式的結構會長這樣 我們會把這個祕密 藏在多項式的係數的長數下 那所以說 未來你就會知道說 當我這個 我如果是一個知道這個多項式結構的人 我就知道S代理 我就知道祕密在哪 那祕密就是這裡的4E 好 那至於這裡的A1跟A2 這兩個係數要怎麼選 你可以幫你選 你要選1萬 選1萬0V 選5值20都可以 就是 這是你任意去挑的 但是這個指數 你必須要自己去選一個 所以任何人都可以構造這東西 只要你今天想要去分享利率 你就第一個 你就去找一個指數 然後再來就是你去 根據你的這個門檻 去決定你的多項 多項式的次數方式多少 那通常就是門檻的結構一樣 那就是2 好 那我們直接來看一個例子 這個例子是這樣的 他隨地 這個人可能隨地挑了 A1跟A2 這兩個係數 分別是8分7 所以我們就要 我們就知道這個多項式 目前長得像這個樣子 那接著呢 我們會 對於不同的 我們把它丟進去做運算 然後知道它的結果 例如說1 我把1丟進去 11加8 19加7 26 26 與17的話 就會等於9 好 所以我得到了 SY值 這邊是 S等1 Y等9 這是一組 組合這條多項式的點 那我現在有5個點 我能夠產生出5個點 好 那有了這東西呢 我們可以透過 就是內插的方式幫我們還原 這個多項式 就是說 內插法 可以告訴我們一件事情就是說 當你知道足夠多的點的時候 例如說我們需要知道3個點 才可以還原出這條2次的多項式 所以你只要告訴我這3個點的存在 你根據我的方式 其實你就可以還原出那個多項式 好 那在這邊因為S已經先帶領了 所以說 他是直接要去求這個CP的這個字 那他怎麼做呢 例如說這裡的K1 其實就是F1 你把你的這個 1號人的這個 這個K1 帶在這 K2 K3 事實上就是你 你S帶1得到的Y子 就是你 你帶X得到的Y子 你把它帶進去 所以你會有9次13 9次13 那這邊這個係數 我們通常把它叫做 就是一個係數 那這個係數它的定義是這樣的 它上面是它的公式 就是說如果你要透過 你這幾個點 你要還原成多項式 你可以透過上面的這個公式 那至於這個係數怎麼算呢 事實上它就是變成字 因為我要跟 這個SM 這邊是跟這個0 因為我想知道這個secret 是多少 所以說 2-0 3-0 2-0 3-0 就把它帶進去 帶進去的結果 mod17之後會得到11 最後他就還原出這個secret的這個字 他看起來很神奇 但是 他其實就是 如果從 國高中來看 就會覺得 這就是把點還原成多項式 那你還原成多項式 那因為我們知道秘密藏在常數下 所以我還是帶0 所以我就得到了secret 好 所以這樣的一個方法 給我們一個好處 就是說 未來我想要設計某一些數字 它的一些拆分的時候 我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 那 剛剛看到這種這些東西 1 9 2 4 3 3 4 5 5 5 這東西其實就是剛剛前面提到的 這種 分片 這個share 那他還有一個好處是怎麼 我雖然這裡產生了5個點 可是你要 這個 1 2 3 4 5是我挑的 我想要挑6 7 8 可以 可以 所以也就是說 我想要產生很多備份的share的時候 我只要再create一個f of 6 根據一樣的模式產生出來就好 我甚至就變成3 of 6 或3 of 7 因為我的多項式不變的情況下 我只要把x多增加 那我的y值 我都求得出來 好 那這東西 我們嘗試用幾何的方式來看待它 會簡單一點 我們先不看上面的這個紅色線跟黑色線 我們就看藍色線就好 藍色線就是像我們剛剛隨便選了一條多項式 好 所以多項式 這個圖不是照這個畫的 就是示意圖而已 那你自己也可以去任意的去取s1 s2 剛剛那個1 2 3 4 5的取角度很好 先跟大家講 一個好的那種 你會 一個好的s軸的 s值的這個取法 應該是要隨機的 不然的話你1 2 3 4 5 就太多的用力要猜出來 好 那你只是為了方便簡單 你注意到1 2 3 5 跟大家講 所以這裡的s1 2 你隨意去挑 挑完了以後 你都可以算出y值 好 那我們剛剛說 如果你可以有的 有 有 有三個share的話 三個分片的話 其實你就可以還原 因為它是二指 二指向 好 那 也就是說 對於這條藍色的線 只要能夠被還原2 這條曲線的多項字的話 我從s帶0上去 我就知道說 它的秘密就存在a 那這是一個人的做法 如果我們今天要兩個人 他們各自挑了一個秘密 他們分別不想讓對方知道 那怎麼辦 紅色的這條線就是另外一個人 他其實也去做了一樣的事情 好 那他做完這些事情的時候 他會把b2 把這個b2的值 這個 藍色的這個 那其實就是他在幫他做交換share的一種概念 但是他不會把自己 應該要有 他自己該有的那一份他會 他會拿著 就是說 紅色的這個 他的s1 好了 那其實他就不應該把自己的b1 那這兩條曲 就是當你的這個 這兩個 如果你拿到夠多的這種分片的話 事實上你就可以做一件事情 就雖然這兩個人 彼此不知道 彼此之間選了哪個secret 但是透過他們 把自己的曲線上的分片 分享給對方的時候 事實上你可以看到 把這個東西相疊 疊加起來 就得到了新的一條黑色的線 而這個黑色的線 他的這個 他的這個長數項就在一家裡 就是他們分別的secret 在一家裡 所以透過這個例子是在告訴大家說 其實 sharmier secret 告訴我們怎麼去切割這個秘密 但是事實上 sharmier secret sharing 一開始的時候會有一些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 誰要去當作產生秘密的人 如果這是多人共享的話 你不可能有一個人來主導說 秘密是什麼 那他一開始就知道了 所以我們希望有一個分散式的方法 然後讓大家共同去選一個秘密 而至少這個秘密是隨機的 沒有人知道 所以大概會長這樣 好 這個就是剛剛講的 就是他們拿到各自的分片 然後去疊加起來 那我這邊就不提了 還有一種是這樣的 我們講藍色的線好了 這個是這樣的 這一條多項是 是藍色這個人當初選的 秘密A也是他當初選的 可是我們都知道 不管我們在做 網站登錄啊 或什麼的 我們通常都會被要求一件事情 請你一個月或三個月 至少定期換一下密碼 就是說 至少你換的時候 至少可以更保障這些系統的安全 那同樣的 對於藍色這條線的人 能不能夠去換他手上拿到這一根靴 因為靴一直保存著 靴一直拿出來用 有一天你可能會丟 所以我們想要定期的也去更新它 所以這時候 對於 我講我現在只針對A這個人 沒有沒有其他兩個 他可以去找另外一條曲線 這條曲線是經過零的 secret經過零的 那為什麼要找這個secret經過零的 因為當我找到這條 新的多項字的時候 我把這兩個多項字相加 事實上他的層數這樣還是二 就是說祕密在祕密不變的情況底下 但是他的新的曲線會產生 所以這就是他換血兒的一種方法 到這邊有沒有問題 沒有 好 太好了 好 那就回到我們今天的那個 我們會用savemate去 大概給大家看這東西 一張怎樣 那前面這個就是剛剛投影片上的東西 那我就先跳過 我們先看一下別人做的東西好了 例如說這個網站它告訴你說 它是一個小面子 所以說例如說我今天 是Python 然後它設定是三口 所以也就表示說 這個Python這個字串會被拆成五份 有三份的人拿到可以還原 然後它下面這個就是它猜出來的結果 所以你看到 每個人的到的都不一樣 但是只要拿回三份 基本上就可以還原 好 那我就把它給貼過來 我隨便選好了 我選二三四 所以他的結果就是Python 好 那如果說我們今天要在這個save上去 去模擬這個情況 我們會怎麼去做 我們一樣用剛剛的例子 剛剛的例子是 直數是7 所以我們會取一個finite field f等 finite field是7 然後它的多項式是x 就是它的變數是s 那這個 多項式它長的樣子 就是7s平方加8s加11 就是我們剛剛看的例子 那後面就是一個Python的後迴圈 然後針對x從1到5帶進去 得到y值 所以x不變了 那y值就是fx 就是帶進去的值 就我們剛剛 跟我們剛剛前面 上面很像 所以share值帶進去之後 你就會得到 1924334255 那事實上就是 也就是剛剛看到的這個例子 好 那我們說了 當你得到了這些點 我們叫npin之後 你要把它還原為多項式 你才有辦法還原你的資料 那我們會需要透過濫光局的係數 去幫我們還原這個多項式 那像setmatch裡面的內建的這個濫光局 你會帶五分 事實上這個share值應該可以帶三分就好 我就應該帶了五分 但是你會發現它可以幫你recover回來 這個多項式 7s0加8s加z 那這時候你再對它取 sd 你會不會得到secret 那這個常數像是secret這件事情 也不一定要常數像 就是說 基本上還是一樣 就是s s座標那個值應該由大家自己去定 好 那我們剛剛前面也有提到你宣論這件事情 好 所以我這邊是自己來取的 我們雖然剛剛前面得到了 得到了就是過去的這個舊的多項式 但是我們今天如果說 我們想要換掉這個分片 但是我要保持命令不變的話 我希望我的層數像要為0 因為這樣的話 我之後secret在這邊才會不會變 那所以我把它取做f1 就是第二個多項式 那一樣是對s座標遺到 只是這裡面的y座標 就會變成f1h加fs 所以我得到新的這個分片值會長這樣 但是這個分片 它還原以後 它得到的多項式 當然跟之前不一樣 因為它是兩個多項式相加 但是它們得到的這個secret就會變模一樣 就會變模一樣 好 那 這東西 基本上有沒有這麼好變模式 就 就仔細 好 那我先講一下 當今天如果你們要 就是要去練習這種東西的時候 因為這個Duck它本身它沒有去 它沒有去掛台 就是電腦的硬碟 所以你可能會需要說 當你 Duck它run起來了以後 你可能會需要去Duck端 透過Apple 直接上傳 然後你把 就是GitHub裡面的這些檔案 就是把它傳上去 那傳上去打開了之後 其實你就可以去跑 我們剛剛談到這些東西 你可以試著自己去調整這些多小事 或你調整這些secret 來觀察這些結果 當然 因為這個東西其實說實在話 它聽起來也很簡單 所以你要去自己寫一個這些東西 也很困難 那在Python裡面 像 常見的這個Python這個套件 這個大家應該很常見 只要有時候你有遇到Crypto的 你都會用這個PyCrypto OLED 動這個套件 事實上它裡面自己就內建了這個 sharmile secret sharing 只是不一定大家會發現到這件事情 那你看它就是sharmile 然後這應該就是二樓幅 然後Python裡面就是後面的Py 那這東西很常見 就是 我想找一下 像是一般你可能在做一些密碼的 KSM或禁藥管理的 例如說這個就比較有名 這個是Hedgecore他們家的Vault 它實際上是一套可以幫助你去管理一些 萬β或密藥的系統 也就是說它會幫你保管一把主要的鑰匙 然後再透過它的深層的我們講 XRP去做加密 然後它幫你管理這些東西 但是在管理這些東西的時候 首先一開始要問的是說 那你怎麼產生那一把主要鑰匙 MasterPy哪裡來 所以說當你去像一般 你去操作這些東西的時候 在一開始的時候 它會告訴你說請你去對 我這裡產生 當你啟動這個Vault之後 它會告訴你說有五個secret 要你保存下來 那其實它的做法就是想念的secret而已 所以這東西其實在日常生活當中還蠻常見的 我問一下那個Duck大家下載好了嗎 有人下載好了嗎 那如果下載好了的話 那我們給大家十分鐘自己動手 執行一下這個環境好了 我們可以不用再沾一顆 我們可以去找 iets的 再次重新的鑰匙 等一下 我們再次重新鑰匙 我們先熟腰一下 然後再次這一個 摩擦一頓 真的是 我們先用來 就像是這樣的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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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一开始打开以后 你看到的应该只会有sage这个资料夹 那所以你可能会需要你自己手动uproad把这个 你要待会要做的东西自己把它传上去 好那才会出现在左下角这个地方 你再把它点开去执行 那也就是提醒一下因为是你上传的关系所以你要如果你想要保留你修改后的答案你自己要记得把它给汇出下载出来或者就是用dark自己把它copy出来 谢谢观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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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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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只是想要給你一個概念 就是說 我們今天如果要做到 給門檻式簽帳的簽名的時候 我們觀察某些現象 我們這時候會開始去思考 要怎樣去做出KinnersG 因為我如果可以產生一個 這個東西是大家一起產生出來的 那其實我就可以設計一個 門檻式的簽帳這件事吧 所以說一開始我會選擇兩個亂數Kin 我改變了這邊的做法 他們只選了一個K 但是我這邊選了兩個亂數 一個叫K一個叫A 然後我定義μ等於K乘A β等於A乘G 我們知道μ的inverse乘上β 就會等於K的inverseG 那K的inverse跟K其實一點都不重要 就是說我可以把我間定 K的inverse等於K 事實上就跟這個KG是一樣的東西 那為什麼要做這樣的事情 是因為如果這樣做的話 事實上我就可以把K給 就用小妙系QC 也切開來 A也可以把它切開來 記不記得我前面在那個 小妙系QC 裡面有一條藍色的線 有一條紅色的線 那這個時候 這兩個東西就是由不同的組出來的 所以你已經開始可以透過分散式的秘密動向 一起去組建一些秘密的數字 那你就可以把這東西稍微換一下 你就可以得到你要的東西 但是這樣做法很差啦 這樣做法是很糟糕的 為什麼這樣做法很糟糕 原因是因為 這是一個秘密 這也是一個秘密 所以這是兩條多向式 兩個多向式相乘會怎麼樣 那個指數的次方會增加 其實這對你來講的就是一個好事 原因是因為你明明可能是三號 你是兩條 S2次方的多向式 但你乘上去會變S4次方 所以其實你 這對你來講 其實是你要保護的share數更多 好 所以這不是好的做法 好的做法應該這樣 如果我們可以在數學上找到一種運算 這個運算可以把乘法并加法 乘法并加法 那就更放 比如說K乘A雖然看起來是相乘 但是它是次方的相加 那其實就可以解掉這些問題 那這個東西就可以透過 洪泰加密的方式去做處理 那這個東西我們今天不會平 那這邊就 觀念就帶到這裡就好 好 那 所以我們就回到我們的那個 一樣是練習的部分 好 這個ECDSA就是我們剛剛前面提到這個定義 那對你來講 要做的事情是 SageMate 可以很方便的讓你 把這個WineFear的這個F 我們剛剛前面定義的這個 就是給帶進去 然後你的這條可能曲線上 你的A跟B長什麼 就是這個YP方便 S加B的A跟B 你就是可以到中間說 我要取個取0 你也要取7 然後這邊 這個G點 因為前面那個通圓上 不是有定義嗎 就是定義那個G點 它的S錯標是什麼 所以我這邊取這個 曲線的S種錯標 我就可以得到這個G點 好 那N就是O的 好 就是把他帶進去 那 有了橙圓曲線的設定之後 我們要做的是 把我們的公藥跟私藥 給產生出來 那私藥就很簡單 我在N點 就是 就是那個 SageMate的作法 它是一個任何Element 就是它可以幫你取一個亂數 那取完亂數以後 要記得它其實就是一個整數啦 它是一個大整數 只是說這個整數的那個範圍的律狂 就是0XLA 那個範圍 好 那這個Q就是我們前面提到的公藥 B成G 就是公藥 所以你得到 你都會看到 我把我片出來的一件是 像這個就是他提的私藥 他這個私藥就是這麼長 到這裡 那對於這個公藥 事實上是 就是這個D 這個你把它看成這個技術 或長數都可以 長數成這樣一個點坐標 所以它就是點了放大夢的結果 只是說 這邊要小心啦 就是說如果今天你自己透過Pi上 計算這件事情 你在D乘上這個G的時候 你的這個數字 剛講的數字相乘 一定會變大 但變大以後你不要忘記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的 我們的運 事實上是在這個 O的N的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每次做完的運算 事實上要ModeN 所以這個結果其實是已經取完了 魔術的結果了 所以說如果你乘出來已經超過那個範圍 你等一下計算就會出錯 這也是為什麼SageMate 就是它比較簡單 比較 比較難的一點 就是說像我們自己在寫東西 用這個就可以很好去比較多自己寫的東西 最多不最難的 好 那公藥跟私藥有了以後 接著就是Give me a message 那根據簽名的產生的演算法 就是我從位置上直接Copy出來的 那Copy出來以後 就是跟著它把它實作出來 那Shot3256對Message做一次雜錯 那雜錯以後得到的是16經位 你就把它轉成大整數 就這樣定 那做簽名這件事情 就是我們剛剛前面提到的 你需要去選擇一個P 作為一個隨機的亂數 然後這個K會乘上G 然後我們等一下要取的是 它的S軸作標的那個字 所以我把它變成頂作標以後 再取上S軸作標那個字 S0 所以我得到的就是R 那這邊的這個簽名的S的部分 就是K121加DR 那K121就是K的反彈處 這邊就其實都帶進去 那這邊為什麼有時候會有這個N 是因為有時候我取到這個R 我可能會忘記把它給 讓它就是ModeN 所以我會這樣做取它 那得到的你就會得到這個RS 這個RS基本上就是最後簽章的結果 那這就是簽章 好那檢查其實一模一樣 就這東西我覺得你們 我雖然這裡上面都有寫 可是你可以回去自己練習 那其實這組織把上面的結果給 你把它打出來而已 就你把字子給寫完 這樣就好 好那得到的結果就是True 如果你上面有錯 你下面一定就不會對 好那對於那種 垂圓曲線上面的預算啊 像我們剛剛講很快 但是如果你想要自己要更熟練這些東西 你也可以通過這局面也是幫你去做出 就是說我們第一條 我剛剛前面有提到 係數不能亂取 但是因為這是為了做例 所以我們係數亂取的 然後這個指數也很小 11只是為了讓點的個數變小 因為最後的結果 或者完畢竟是1到11之間 1到10之間 也就是說滿足這條曲線上 而且SY要正整數的 其實只有這8個點 7個點 扣掉那個 那個單位元素的那一個 那上面這條曲線 如果說我要做的話 要怎麼做 我會定義一個GLF自11 那個 然後這個已經刻了 那因為A跟B跟B是10跟2 所以你就 那如果你把它設定好 就可以看一下結果 對不對 它就是外型裝設定裝 然後 翻臉PSI自11 好那就沒有問題了 那在CGMAX裡面去表達這些點坐標 因為它是同一個坐標 所以說它的坐標會長這樣 你會看到它是有三個點 這其實就是FY坐標 然後1就代表說 這個坐標確實有這樣的圖文去列上 那這個東西是什麼 這個東西其實就是 那個單位元素的表現方法 所以你只要看到後面這個是0的話 你都想這就是單位元素 所以有1的這才是點坐標 所以我們把這個曲線帶領進去 我們就可以看到 它其實就是0以0 那你在上面 你就可以做任意的運算 比如說我可以做 1139就是PYPT 那我們剛剛不是說 曲線上的兩點 然後相加 事實上是取他們交集的地 交點的地方再做定色 那你就會等到7的 那事實上39加6得到的就是5跟1 那你看這張表就知道 39跟這個5跟1 39跟6 我剛剛說6 39跟6得到的就是5跟1 所以你會發現它 就是算出來的結果是一模一樣的 那你要去做3乘以P1 P1是什麼 P1是39 比如說我要把39連續加3次 我們透過這張表來看 連續加3次會怎樣 39加39 會得到6 所以這是第一次 這是2 2乘P 那39加6 39加6 會得到1 所以3乘P應該是 51吧 對 是51 好 那 CGbase有一個好處就是 你還可以把它畫出來 你用1.plus 你就可以把 這些點把它畫在線上 就是你在做一算的過程當中 你也可以用視覺化去輔助自己 看這些東西 好 那這是另外一個例子 就是 如果 像剛剛那個很小的例子 那如果說 我們今天把這個 指數取答一點 你看到的點就會變多了 那所以說 橙人曲線上面是 2的256變成 那麼大的整數 所以那個是密密麻麻 所以說你要隨機找到那個K K乘P的那個K 是很困難的 好 那 這兩個也是有給你們自己去做超專 就是自己去改 那主要就是說 對你未來在學習 投影曲線或什麼時候 你其實是有一個工具 可以幫助你去做預算 同時之間 可以幫你做視覺化 有一點時間給大家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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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謝謝 謝謝 我 謝謝 你吃到一点点 一一应该讲到一点点减速 谢谢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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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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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